喂,Marco,明天有情人節,你去哪裡慶祝? 左手和右手慶祝,舞女 你舞女?不要緊,不過你沒聽過一個日子叫做SAD嗎? 現在都夠了 SAD的全名叫做Singles Awareness Day 通常是在情人節的前一日、那一日或者後一日發生 通常都是希望呼籲一下人關心一下 就算在情人節有這麼開心的日子 都會有些人沒有情人很可憐 在這個活動中大家互相聚一下 讓單身的人都可以互相認識一下大家 互相交換一下禮物,互相交換一下電話號碼 去到活動最後還會大家一起說一句 Happy SAD 所以說有這麼多人陪你 你說其實單身又有什麼可怕呢? 不如我們明天一起去 不過明天約了我女朋友 下次下次下次 就憑你說我的話 我現在就馬上訂閱你 湯哥嗎? Toris嗎? 達到時候 說明天約你的話 說明天約 請問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